警方从10月底到12月中旬的一个多月内 对全岛159家按摩院和110家公共娱乐场所展开突击行动 399人正接受调查 警方在突击行动中 共发现了63家按摩院抵触了按摩院法令和相关的规定 一些涉嫌无执照经营 有的则未确保员工没有提供性服务 其中两家按摩院违反了戴口罩防疫规定 被令关闭时间和罚款1000元 维利顾客也被罚款300元 当局也对131人包括经营者、按摩师和顾客进行调查 警方也发现了28家的娱乐和夜间场所 违反了公共娱乐法令、酒类管制法令和2019冠状病毒临时措施法令 共有160人包括了运营商、工作人员和顾客被调查 这次与多部门的联合行动 是警方长期以来对打击非法活动的继续努力 这些非法娱乐场所也公然违反了安全社交距离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 这也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的风险 警方表示将继续打击非法活动 参与非法活动者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